三支区是难以看见艺文表演的偏乡 所以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郑宇恩 特别将三支竞选总部打造成艺文表演的舞台 邀请了在地的艺术团体还有表演嘉宾 为在地学童与居民演出 也期待透过热闹的艺文表演 让孩子们都爱上艺术 启发孩子对艺术的学习 为了让难以看见艺文表演的偏乡 可以有艺术气息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郑宇恩 将三支区的竞选总部 打造成艺文表演的舞台 举办开心同乐会 邀请在地的艺术团体以及表演嘉宾 来为三支区的在地学童以及居民们演出 就连候选人本人都精心打扮成迷老鼠造型 就是希望融入演出 让三支充满艺文气息 每年都有举办一些艺文活动 希望说让政府来注重小朋友的权益 所以今天即便是选举期间 我们也办了这个儿童的亲子活动 希望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艺文活动都带给小朋友 让他们觉得开心 然后可以启发他们的发展 我们请的剧团也是在地的剧团 也希望说来培植在地剧团他们的这个能量 所以大大小小的活动 我们都会请在地的这个剧团来表演 可以见到难得有艺文表演 爸爸妈妈都把小朋友们带到现场来准备看演出 而同了会一开始 孩子们也相当热络地与舞台上的表演者互动 还有魔术表演时 魔术师也邀请孩子上台当助手 让小朋友们感受表演的气氛与乐趣 没有带爱看看 没有 看三支比方很紧动很紧动 很紧动 很开心 没有 没有这种活动 但是不常有 开心嘛 那今天带小朋友来 对啊 蛤 今天带小朋友来 小朋友开心吗 开心 有活动会常常想要带小朋友 嗯 如果有小朋友活动就会来 好玩 你学会到你这样 魔术是变魔术 我平常就会想要看这种艺人活动 有一点点 你也喜欢看什么 看一下喔 来 往外 往外 变魔术 双哈 双哈 今天来点赢吗 开心 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 拿着看板照相 然后就可以领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喔 那就是这个庭园我可以 然后可以换取这个多肉植物喔 它很疗愈 是一个很疗愈系的一个 这个小纪念品 另外还有可爱的多肉植物 在同乐会现场要送给拍照打卡的亲子 郑宇恩表示 希望透过多肉植物 要带给爸爸妈妈与小朋友 疗愈的感觉 也期待透过热闹的艺文表演 让孩子们都爱上艺术 启发孩子对艺术的学习 记者廖平函三只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